抖音赚钱吗 赚啊 如果你挪抖音一年的话 一百多万没问题啊 16岁出来打工 工作被人欺负 上房领导下房同事 七八张信用卡刷报 电话催债一直不断 这个时间段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 也是我最不想去面对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主角跟我一样 我们去听一听吧 为什么选择来泰国呀 因为第一次来旅游 就喜欢这里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 国内试过很多 找过很多工作 做过滴滴啊 什么之类的 后面觉得说 不能给别人打工 要自己当老板 然后我就做了代购 然后呢 做代购来回跑 然后呢喜欢这里 还有就是 要逼着自己赚钱 因为当时 家里缺钱 妹妹读书 然后妈妈身体不好 我有很多信用卡 我从信用卡里面 就是拉钱出来 拉钱出来 给妹妹交学费 那个时候我三妹 她要读那个读制高 总共要读三年 还是三万多 妈妈叫我付一点 那然后呢 我也没有嘛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离职了 那我就从信用卡里面打 然后呢 有时候没有工作嘛 拿来的钱呢 那就从信用卡里面 然后后面就总共就欠了十几万的信用卡 欠了十几万的信用卡 就逼着自己 做代购啊 卖货呀 然后呢就后面就 哎呀没有办法被生活逼的 后面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就有了抖音以后 就开始 开始直播嘛 然后后面卖货 然后自己就赚钱 就是被生活所迫吧 其实有句话不是说吗 如果不是为了税赢脊梁 谁会愿意在海外奔波 有时候你们看到我们分享的视频是 很好吃 很开心 这里物价很便宜 但是我们自己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啊 你不懂啊 就是那种思想想念家 那种感觉 哎呦 还不能说 说了我要哭 也很不好受的 因为作为子女嘛 也想待在父母 待在奶奶身边 那是没有办法 懂人赚钱吗 赚啊 如果你能练一年的话 一百多万没问题啊 我说这个话可能有人不信 但是这个看个人能力嘛 对不对 我们拍抖音 也没有什么文案啊 编辑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可能我也知道 我自己点赞比较少 可能很少上热门 但是我拍的东西 我就是想表达的东西 我表达出来 我很真实 我不带任何营销 所以也是有很多粉丝 喜欢我的原因 就很真实嘛 当然有时候也会给他们 带来很多的快乐 比如说 所以你对于抖音的态度 就真实 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去演绎出来就行了 对呀 要答 我就很简单的 哪个东西好用 分享给大家 哪个东西好吃 分享给大家 哪个东西值得来打卡 我分享给大家 就这样子 我不要求点赞多少 当然如果点赞真的 那小一点我会被拦掉 因为这个 女孩子呢 还是要点面子的 哦你是女孩子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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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ze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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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一天直播有多少钱 好的手 你来吧 能停下来吗 不能停啊 不能停啊 为什么呀 全家人都靠我养啊 全家人都靠你养啊 压力大呀 有房啊 有房贷啊 我现在还欠80万 400万太多 我现在还欠80万人民币的房贷呢 那父母知道吗 父母知道啊 就是你回家之后 家里是什么的状况 跟你现在泰国所看 所想的是一样吗 不一样啊 有什么特别的 哎呀 等下说了我要哭 就是 我感觉回到家就是 家族似不一样 连个冰箱都没有 父母舍不得花钱 然后自己的钱打回去之后 也是从家来 妈 我有一年没有回家 想你 所以你每天这么努力的直播 拍视频就是一句话 让家里人也是能过上好的生活 这也是你当初离开中国到泰国 就是发现这个机会 也并没有去骄傲自满 反而更努力去抓住这个机会 如果再不找出机会 可能饭都没得吃吧 哎呦 因为我一骑到我家人我就 不会说话 没事我们都能理解 我也是一样 家人是我的软肋 家人是我的软肋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 家人也是我努力 家人也是我 就是努力 家人是我努力工作最大的动力 因为小时候苦过来的 现在其实 现在其实条件也很好了 条件很好了 其实我在两年前 就已经给父母买了房了 但是就是给了他们钱 每个月我们父母嘛 现在我爸妈 已经差不多两年没有上班了 但是每个月给他们生活费 2000块钱 反正就是哎呀 哎呀 就是不知道怎么说 一切皆好 一切皆好 只要有努力 就会有收获 如果一天不努力 很多人就没饭吃 三个员工 四五个员工 然后呢房贷 还有家人 所以每天一挣眼 就是努力挣钱 这样子 你们可能 看着我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对不对 但是 我的内心深处是压力很大的 哎呦我不知道讲什么 就像阿深说的 家人是他的软肋 其实家人是我们所有人的软肋 包括我在内 在这里 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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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 我做的